每一句话,你都要用心聆听 若想找到自己,必先回归内心 安安老师要对你说 每天我们都面临着很多选择 你的主见就显得很重要 然而,我们需要听取身旁一些人给予的建议 毕竟,你也担心自己在社会的资历不够深 思考的程度不够成熟 以为自己很有主见,也很坚持自身原则的你 为什么有时候还是会被人家说服呢? 首先就是这个提供资讯的这个人 他对你来说,是你喜欢的 或者是具有某一种权威感的话 那么你就比较容易被说服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广告就可以知道 有很多这样子的效应 你喜欢送中机 所以你就可能会喜欢送中机手上拿的那只手机 因为这个资讯的提供者是你喜欢的人 所以你就连带的喜欢 他提供给你的资讯 你会觉得那个是对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具有某一种权威感 也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人在这个领域是专家 所以我就可以听他的 那第二点呢 讲的就是说 资讯他本身可以为这个接收资讯的人 带来一种什么样子的情绪 那个情绪的感染力 这个情绪的张力 对于说服是很有效果的 你如果要一个人 从A态度改成B态度的话 那么你要赋予这个东西的情感 其实是最好是引发对方中等的恐惧感 你引发他有很舒服的感觉 很快乐的感觉 或者是用一些很幽默的感觉去给到他 他当下是会觉得很舒服 没有错 但是并不能改变他的态度 要改变态度 在心理学的实验里面发现 中等恐惧的 这个 这种感觉的引发是最有效的 不能太低 因为太低的话 就作用不大 力度不够强 但是太高的话 人对非常大的这种恐惧感 是会很抗拒 会排斥的 那第三个要讲的呢 也跟这个资讯本身有关 不过我们上一个讲的是情感 这个讲的就是 资讯本身的一个特性 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个 受到资讯的人去辨认他 去认知他的 也就是说 越容易被辨认的 越容易被认知的 越容易被了解的资讯 它是越有效果的 所以你的资讯的提供的方式 简单 恶药 还有重复 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能在你宣导一样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重复的 在不同的讲话的段落里面 去穿插这句话 其实很多时候 在这种催眠的术语当中 你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 最后一点呢 第四点讲的就是 受资讯者他本身的特征性格 也会影响到他 容不容易被说服 比如说研究就发现 想象力丰富的人 他比较容易被说服 然后他的情绪上 比较敏感的人 他也比较容易被说服 其实这个非常好理解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资讯会为 受资讯的人 带来什么样子的情感 带来什么样子的感觉 那么想象力丰富 或者是情绪 比较敏感的人 带来的感觉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们也会比较容易被说服 那还有一点就是 自我评价比较低的人 他也比较容易被说服 通常一些自我评价比较低的人 他会觉得 别人说的东西比较对 我想的东西可能是错的 所以我听别人的好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第四点我们说的 接受资讯者 他个人的状态 或者是他个人的一个特征 也对于他是否 容易被说服有很大的影响